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提升家庭爱的温度 一颗颗圆滚滚滑溜溜的粉圆 原来是台湾到处常见的平价点心 没想到当它与甜甜的香浓奶茶结合之后 摇身一变成为阳明国际的珍珠奶茶 它不仅征服了许多消费者的味蕾 它也成为饮品市场里骄傲的台湾之光 而Q弹有劲的珍珠粉圆 就像是我今天要拜访的这对母女 当年妈妈她独立带着三位幼小的女儿 勇敢地走出了家暴 一路以来母女患难与共互相扶持 终于度过了重重的难关 而现在走上了她们自己的幸福之路 女儿不仅在田径场上有傲人的成绩 同时也得到了总统教育奖的殊荣 她们就像不像命运低头的珍珠 晶莹剔透又有韧性 所以我今天要用珍珠奶茶 来营造一次她们茶的幸福告白 每天清早天才刚亮 林文姿已经在学校的操场上练习进走了 不管刮风下雨 她每天早晚必定在操场上来回走上20公里 但是林文姿总是咬紧牙撑下去 她说她不能放弃 因为家在等她 她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减轻妈妈的辛苦 她每往前踏出的一步 就会更接近家人未来的幸福 为了家她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文姿从小来自单亲家庭 妈妈是越南新娘 五岁时父母离婚 妈妈独自带着她和两个妹妹来到高雄落脚 开始母女四人相依为民的生活 妈妈每天早出晚归 外出帮佣赚钱 身为大姐的文姿 自动替妈妈补胃 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 也养成自己独立负责的个性 每天早晨运动场的例行训练告一段落后 文姿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去餐厅打工 她是时间管理高手 能妥善运用每个小空档 除了运动训练和打工外 她也会静静地躲在披静的角落看书 或是涂鸦写满她一页又一页的青春日记 抒发少女心事 也鼓励自己勇敢追梦 她不因贫困而自卑 反而更积极乐观地力争上游 去年她荣获了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今年她考上高雄师范大学 除了在运动场上努力争取好成绩外 她也是教练非常看好的体坛明日之星 每当她往前迈进时 妈妈和妹妹都是她前进的动力 请问你 我想要找文姿 你认识她吗 有 她在那边 好 所以 哈啰 文姿妈 嗨 我是阿丽师姐 你好 哈啰 累不累啊 一天要练多久 一天六八个小时都有 六到八个小时啊 那这样练习会不会很辛苦 还好 都习惯了 习惯啊 那文姿 静走在台湾的运动 是一个很新的项目 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静走 静走它有两个规则 然后它第一个规则就是不能屈膝 不能屈膝 然后第二个是脚跟要先找地 脚跟先找地 对 然后因为你屈膝就是跑了 我们要呈现就是一个走路的姿势 可是又是快速的 对 然后在国际上 你有先会给你警告 三张的黄牌 然后如果你已经满三张了 就会有红牌 就是直接租出场外 就是退赛 就未完赛这样 那你觉得要成为一个 很优秀的静走的选手呢 他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我觉得心理素质要好 心理素质 也要自律 自律 对 那技巧重要还是耐力重要 都很重要 技巧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技巧 耐力再怎么好 也都成绩达不到 所以两个都很重要 对 因为我知道你是全国竞走公开赛 一万公尺的金牌得主 同时还是全国的中运会 你还打破了整个大会的记录 那要有这么好的成绩 不简单 所以是不是要长时间 然后很辛苦很辛苦的训练呢 对 我们训练每天都很长 我觉得遇到对的教练也很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有今天的成果是因为你有一个对的教练 对 那教练听得也对很高兴 教练对我们的选手都很好 很好 文姿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运动员这条路呢 一开始就是喜欢兴趣 完全没有把它当作就是 会变成就是专业选手 后来是进入到这边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这是专业了 所以从兴趣开始了 对 还有你刚刚讲的就是遇到一个好教练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妈妈也很鼓励你呢 妈妈就是赞成于 她知道我们是在哪边 她就比较不会担心 然后教练也会帮忙抗 那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或期许 就希望可以踏上奥运吧 对啊 然后这样也可以帮助佳季啊 因为我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呢 妈妈就带着你还有两位妹妹嘛 那独立来抚养你们 那你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觉得很自卑啊 放弃自己 反而呢力争上游哦 我觉得非常的钦佩哦 而且我就在想 到底是妈妈什么样的教养方式 还有什么样的环境 让你这么的勇敢 这么坚强 我觉得我很好奇 想要去你生爽的地方去看一看 怎么样一路走来 你可以变成今天这么棒 那我们就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就在这边附近吗 好 我们一起去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然后我从国小到国中 高中 然后也都住这边 生住了很多年 对 所以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是最好玩的嘛 对不对 对啊 那文智 那有没有最深刻的回忆呢 在这里 有啊 就是我们家里的环境 住的地方很小 然后也都没有电视啊 可以看 所以我们的娱乐就是 通常就是在玩 然后因为妈妈上班 所以就比较不容易看到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玩 然后邻居啊 他也会帮忙照顾我们 真好 对 像有时候我们就是饭菜啊 邻居还会 楼下的邻居 然后他就会给我们 就是问我们说吃了饱嘛 然后他们这里有剩的 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吃 这样 所以你还记得你小时候 就每天在那儿跑来跑去 对啊 这个都一样都没变了 嗯 OK 文智 那么你是大姐哦 你大大妹一岁 对 然后大妹大小妹是一岁哦 对 那因为妈妈呢 有时候要经好几个工作 那你还自己本身那么小 你如何照顾妹妹们 小时候就知道没有爸爸 然后就会被同学啊 讲话 嗯 就是可能就会被霸凌啊 就是 是因为有人 爸爸就是有爸爸妈妈嘛 我们是就只有妈妈 嗯 然后就回家会跟妈妈说 嗯 然后妈妈就会说 没关系啊 就是就算没有爸爸 有妈妈照顾啊 是 嗯 妈妈讲这句话也很对啊 因为也不能改变啊 然后妈妈她又那么辛苦 所以就说 你知道 母亲给你们的爱 并没有说因为没有爸爸 而少了什么 嗯 而且你也很懂事 你也知道说 虽然妈妈去工作了 但是你可以代替妈妈 把妹妹照顾好 对 你真的很懂事耶 因为妈妈 她就是很爱我们啊 嗯 妈妈爱就好了 嗯 所以妈妈给你们的爱 其实你就觉得 你不缺少什么 嗯 嗯 是 那 文哲在你的心里哦 你认为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还有 因为你是大姐哦 一定跟妈妈学习的最多啊 嗯 你觉得跟妈妈学到什么 嗯 独立啊 嗯 然后就是 一个人去学会做很多的东西 嗯 像是家里啊 什么东西坏掉 然后妈妈都是自己个人去 整理的 去修理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妈妈是一个 是我还蛮崇拜的 哦 崇拜妈妈 对 那我迫不及待哦 我想要去拜访你妈妈 好 我想说呢 问妈妈 她怎么把你教养得这么好 好 那阿丽姐走 带你去我家 好啊 好啊 嗯 所以妈妈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先带你过来看 没有 哦 所以妈妈就是自己决定 对 都是亮丽而为就对 那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有没有很开心 还好 还好是 这是我家 哦 是 是 妈妈 阿丽姐来了 嗨 阿丽姐 请坐 谢谢 谢谢 燕丽妈妈对不对 好 很高兴来到你家 好 谢谢 老师 欢迎你 谢谢 燕丽妈妈 你真的是不容易不简单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因为带着三个小孩 当时那么小 然后来到高雄 完全都人生地不熟 那你一路走来 你怎么走过来 是刚才来台湾 他就在苗栗的 然后是我很辛苦 老公就那种的爱讲脱团 然后他就怕他没有 小孩没有将来未来的 大家一定都很羡慕你 你孩子怎么教的 我之前人生也那么苦了 然后什么都可以做 很肯做 当然加班佣 那个照顾老人也有 所以你为了三个女儿就是 什么都做 就是从来就没有做坏事就好了 所以就是你做给女儿看就对了 对 那你会要求他们做什么吗 我要求很严 好比了 怎么严法 因为家事一定 拖地用手拖的 不能用拖跑 像有时候拖地扫地 扫一次地扫完之后 他看他还会再扫一次 然后要教他们什么要独立 要得到一定要自己拖起来 不要靠别人 然后我教他们这样的将来未来 是我的已经走过来的路 蛮辛苦的 是 然后我走过的哪个好 我会教他们 那我没想到今天他有这样的成功 对 文智 那你刚刚讲到说 你想要参加比赛就是为了想要 有奖金 对 给妈妈替补家用 那你记得你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拿到奖金 国二 国二 那笔奖金多少 三千 可是要一半交给队费 所以是一千五 一千五你怎么来安排 都是给妈妈 那你拿到女儿他用他自己的力量 去赚的第一笔奖金 你当时的心情的感受怎么样 我好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又很期待 没想到小孩这样可以比赛得到第一名 所以你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那把 推手跟力量 对啊 像练习的时候受伤 他虽然是嘴上会念 但是都知道他都是心疼 叫我们赶快洗澡 躺好 然后帮我们按摩 所以妈妈我想 从你把女儿教得那么好 我感受到的是 你从生活教育 你告诉他们 怎么样做就是要用最对的方法 而且他们很独立 然后愿意给自己负责任 这就你的心愿了吗 对 有没有体会到妈妈的心愿 有 有 我是觉得妈妈很辛苦 有没有想过怎么样 让妈妈不辛苦 考上考大学 然后就是去争取比较 因为现在老师当然也很难 对啊 就争取台湾比较没有的职位 所以你希望你进一个好大学 将来有个好工作 然后要来校售妈妈 哇 不简单 这么棒的女儿 那个阿丽姐 是 妈妈的客人来了 那我们就先去外面散步 好 那你忙哦 不好意思 我收你们了 好 有空再来 好 拜拜 那你跟妈妈的相处 就好像朋友一样 对啊 就是我们相处 她都会觉得很美大美小 对啊 可是因为她觉得久了之后 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模式 去年你得了总统教育殊荣的时候 你曾经说过 那么妈妈是你最有力的那个资助 那你曾经说过说 因为停进场的这个训练实在很辛苦 但是你绝对不会放弃 你说为了这样 你一定要坚持地走下去 为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 就是我们回家都看了妈妈 然后可是她会有就是一桌的饭菜 以前就无法体谅说 为什么我们吃的菜都凉了 不然就是为什么会去外面吃 可是后来长大就是觉得 她这样其实很辛苦 所以就是妈妈想尽办法 想要做很多的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你 跟两个妹妹 有好的生活就对了 对 运动员也难免会有运动伤害 那有的时候呢 当你情绪低潮的时候呢 你都怎么克服的 就是不愉快的时候 然后回到家 然后妈妈她是比较知道 可是她不会去跟我讲话 因为她知道说 她跟我讲话 她就是 她会被我骂 对啊 然后她就会静静 等我冷静之后 然后就问我说 想要吃什么 然后就会帮我买 要不然就是自己默默地帮我买 然后其实她就是 还蛮关心我的 像有时候运动伤害 然后她就会帮我们按摩啊 然后解除疲劳啊那些 是啊 所以你都感受到妈妈还有妹妹们的 对你爱的表现 那你的爱有没有跟她们来说呢 我比较不会说出来 是就是我会默默地关心去做 我想这是一般人都这样的 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但是呢 对家人的爱呢 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写的啦 或者是用画的啦 那么难道我今天来了呢 我来教你泡茶好吗 好 我想你可以为妈妈还有两个妹妹呢 你来为他们举办呢 你们四个人的家庭茶会 把那个爱 真的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好不好 好 好吧 那我们回家来泡茶 走吧 走 好 文芝 我听完你们家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你们母女啦 还有姐妹之间的 这样相处的感情 就好像一颗颗呢 晶莹的珍珠一样 值得被捧在手掌心呢 像掌上明珠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泡珍珠奶茶 粉圆呢 它Q弹有劲呢 就好像你们呢 充满了坚韧有幸的这个生命力 好吗 好 好 那么怎么泡呢 你看哦 这边有粉圆 还有茶包 还有炼乳 还有全脂的奶粉 还有二砂糖 首先呢 我们就要准备热水 然后当水热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粉圆呢 快速地放进锅里面 马上搅拌 搅拌到呢 每一颗粉圆都浮在水面上了 那么到它呢 开始呢 沸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中火 15分钟 然后等到呢 水滚了之后15分钟呢 我们再用盖子呢 把它盖起来焖 再焖15分钟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粉圆的热水 把它滤掉哦 那记得要开始冲凉水 到每一颗粉圆呢 当它都冷却之后呢 接下来呢 别忘了哦 要开始加二砂糖 那么二砂糖呢 跟粉圆的份量呢 就是五分之一的二砂糖 加到粉圆里面 然后再快速地搅拌 让它完全糖了 完全把它融化为止 那么接下来呢 要泡好喝的奶茶 那奶茶呢 我们一般呢 会用红茶 我们用四个红茶茶包哦 那放到热水里面 那下去煮 煮到约五到六分钟 那么时间到呢 把茶包拿起来 还有有全子奶粉啊 还有煉乳呢 我们就一比一 把它完全呢 放到我们红茶里面 就变成好喝的奶茶 有没有很期待 还蛮期待的 你平常喜欢喝吗 喜欢啊 对啊 我也好喜欢喝 来 谢谢 好 珍珠奶茶呢 就大功告成了 我希望呢 珍珠奶茶的香甜可口 还有好吃的粉圆呢 能够让你请妈妈 还有请妹妹们呢 来喝的时候呢 能够增进你们的 母女姐妹的感情 好吗 那别忘了哦 还要准备一个 一份小礼物 给妈妈一个惊喜 好 来试试看好不好喝 好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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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泡的成功 哇 今天是什麼日子啊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驚喜 坐坐坐 媽媽坐 姐姐妳也會做珍珠奶茶喔 會啊 阿力姐教我做的 看起來很好喝耶 對啊 我昨天放房了耶 考上高師大 很開心 哇 妳愛咧 恭喜姐姐 來姐 我們來慶祝媽媽喝 好 謝謝 妳們自己拿 她的珍珠很漂亮喔 謝謝 這我的 很好喝 很好喝 沒想到妳很會煮喔 我啊 珍珠 珍珠很漂亮耶 漂亮 試看看 我進去試看 我覺得我好厲害喔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謝謝媽媽 幫我們三個養大 不會 然後我今天有做卡片要給妳 好 好 四個 好 這是謝謝妳剩下美麗的我們 好 不錯喔 對 真的是 然後後面有寫字在這邊 在上面 然後我要說 好 妳最喜歡婷的 祝妳永遠美麗 可愛 愛妳喔 可是先不唸 我要妳唸的 希望在未來的路上 我可以跟妳一樣堅強 擁有面對壓力和困難 都不屈服的任性 迎接未知的挑戰 祝妳永遠美麗 可愛 愛妳喔 謝謝喔 愛妳喔 愛妳喔 這個給妳 就送妳 好 謝謝 妳要保存耶 妳不能都丟掉耶 好漂亮的卡片 是這樣喔 對啊 剛剛文字寫卡片給我 還有喝沙烏茶的 我感覺很感動 從人生一路來 真的很辛苦 她沒想到 她們三個姐妹 真的很獨立 我希望她的將來 未來的路 成功 我就很滿足了 很滿意了 沒有這樣 但是從來都沒有這樣 一起喝過茶 只有這樣 好幸福喔 就是我們 我們家從來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喝過下午茶 然後今天就是姐姐 姐姐做下午茶給我們喝 我覺得真的很幸福 只要我們全家四個人在一起 就算有什麼困難 我們都不會害怕 畏懼 我上班都聽念 女生的已經回家 然後都很少吃飯在一起吃 現在可是每天都看到妳 每天看到妳 妳就一開始擔心 要回家吃飯了沒 吃飽飯了沒 吃飽飯了沒 趕快去洗澡喔 然後呢 在哪裡呢 我們覺得 這都是妳對我們的關係 對啊 我們來拍一張照來紀念一下 好嗎 好 一 二 三 我會有今天這種榮耀 是因為有家人在背後支持我 然後想說用這一次的下午茶 來感謝他們 然後跟他們一起分享這個榮耀 然後讓他們與有榮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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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